大家好 欢迎收看养生在身边 9月19日 我发表了一个如何去尸的视频 其中第一点讲到了泡脚 现在天气渐冷 关注这个视频的朋友多了起来 有朋友就私信问我详细的泡脚方法 今天我就分享四种适合快节奏人群的泡脚方法 只是在洗脚水里加几样东西 泡脚效果是半功倍 一 姜水泡脚驱寒 生姜啊 它所含有的姜辣素 能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还能刺激毛细血管 使身体的毛孔张开 将体内的病菌寒气散出 建议怕冷 容易手脚冰凉的女性 可在泡脚时加入拍扁的生姜 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感冒 二 醋泡脚 解身心疲乏 工作了一天的我们 晚上回到家 已是身心疲乏 不妨在泡脚水里加点白醋 因为醋可以加快血液循环 提高血红蛋白携带氧的能力 改善人体因疲劳而导致的呀 缺氧状态 让身心放松 另外醋泡脚还能软化足底脚之层 还有美白肌肤的功效呢 三 花椒泡脚去脚气 花椒是一种天然的消毒剂 能够止养杀虫 用花椒水泡脚可治疗脚气 每晚用纱布包上花椒 加水煮开就好 四 玫瑰花泡脚美容 玫瑰花养颜的效果众所周知 不少护肤产品也添加了玫瑰成分 在泡脚的同时加点玫瑰花 能够调节内分泌 淡化斑点 玫瑰花的清香也能缓解情绪 养心安神 很多上班族因为平时久坐 运动少 血液循环都不好 再加上天气越来越冷 容易有手脚冰凉 面色苍白等症状 如果想要血气好 手脚暖和 可每天晚上用以上方法泡泡脚 缓解一天疲劳的同时 又能改善足部没收的血液循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